说到爸爸妈妈照顾子女的故事真的是说不完 还有父母亲为了养家拼命来工作而忽略了自己的健康 那么在树林区东阳里就有一位周先生 因为长期熬夜工作导致肝脏出了问题 现在不但没办法工作 家中还有六个孩子需要抚养 东阳里的林里长就跳出来声援 希望各界善心人士能够伸出援手 善心销售脸色发黄 还积了满肚子腹水 让50出头的周仁旺看起来相当苍老 原本职业为卡车司机的周仁旺 因为工作关系经常熬夜 99年发现自己肝脏出了问题 但家中有六个孩子要照顾 为了养家他还是咬着牙继续工作 对我有家庭他要去上班 因为医生说不可以劳累也不可以上班 要休息 可是他就是不休息 还是继续工作 直到腹水越来越大 在医生警告之下 周仁旺才放弃工作 在家养病 而为了照顾先生 太太也不得不辞去工作 没有了经济来源 不但六个小孩 三餐成了问题 只能靠邻居和学校的剩菜来度育 冬天一到 买不起棉被的周家 更只能一起睡在 社福团体提供的空床 勉强取暖 现在就是我学校那边都有跟老师 其实学校那边也是跟我说需不需要这些需求 我说需要 如果有多的就让他校长那边就会说 看看我们需不需要这些 就是他们的营养午餐 带回家包给我们 然后我校一直再带回来 一直都不稳 因为头鹰鹰有点分道 根本都没办法工作 你看他肚子的沪水 一天一天的大起来 那个如果再不动手术的话 真的是救不活 我是希望就是说 能够做得到的 能够有钱出钱有利出力 有利的话我们打个比方说 你家里面有一些资源也好 可以多帮忙他 当然钱是最好的 因为他现在急着需要用钱 需要换肝 所以说还是请社会大众 能够多多伸出援手来帮助他 因为没有经费换肝 让周仁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孩子的教养也成了一大问题 理想希望各界三星人士 能够伸出援手 透过里长这座桥梁 帮助周家渡过难关 中央新闻树林采访报导 找到居住了这座桥梁 拥索 桥梁